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我们先看到这个三论悬疑 第十五页 我们这一大课呢 是讲到这个毗潭的毗潭 这个是破他立字 我们有破外道 然后现在是破内道 先说毗潭 毗潭举出这个十门 就是他不如大臣 他有过失 那这十颗 我们讲到第五颗 前面是讲四 前面的四个分别是 第一个是乖制道 第二服众见 第三伟大教 第四 这个首小拳 那第五 今天讲第五是迷制中 前面这四五 这个五颗 都跟这个 都跟一个信念有关 就吉障大师他认为 小秤是从大秤出来的 那这个观点 又跟这个五十八教 又不太一样 因为他认为这个 比如说乖制道 说这个佛陀 佛陀的本怀是人法皆空的 他说阿含经里面出入讲空 虽然讲无我多一点 少讲法空 但是认为这个阿含的本意 是人法皆空的 这一点就跟这个出席大乘经 像波陀经 也有这样的义举 对不对 那在大乘晚期 就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一点 那在应顺法师的这个史观里面 我们看这个中观论诵讲记 还记得吧 这个序的部分呢 应顺法师就说 说这个有一大段在说明中论是阿含 跟阿含经的关系 中论是这个中论的异曲 那么是跟这个布尔经 这个我们都会觉得很明显 但是他特别去要讲到跟阿含经的关系 那就特别点出了这个初期佛教 他们都认为佛的本怀是一致的 就是一切空 那只是说适应小乘的根性 因为他们艳离心强 所以就没有广泛的去说一切吧 那么就非常直接了当 然后就是说从无我去入手 从艳离跟无我去入手 所以他们就是偏于小乘 尽管对于小乘的教授 这个可能在实践 这个路线上有跟大乘不同的异曲 大乘是非常注重广行跟智慧 对不对 但是虽然有这种道风的不同 但是如果说这个究竟的出世 我们出世所依的智慧还是空空间 那么这个对大乘小乘来讲都是一致的 好我们这个前面现在看第五十五页 第五迷字中 迷字中 迷字中 好就是 这个迷字中讲的还是阿罕经 诸圣地子有所述作本为通经 而阿罕之文轻说无相 故善其官法空而悟道 生子入空定而佛叹 这里是讲阿罕经 这里呢是讲阿罕经 迷字中指的就是匹谈的字中 我们走 我们说阿帝潭 论障 对不对 他从哪里来 从阿罕经来 我们写论都要有所依据 你的依据就是阿罕经 阿罕经说了什么呢 这个吉档大师说 说了空无相的眼角 他是赞叹空无相的 那我们还记得匹潭的综艺吗 说一切有不 就是有不 萨卫人 萨伯多 就是匹潭人 论葬 因为他们写了很多论葬 所以叫阿匹潭 阿匹就是无上法 无对法 是不是认为比经典还要更优的 为什么 因为经典是一个像岩路一样 就是零散 文学性比较强 有对话 有情节 那当然这种叙事性的经典就理论性不足 阿匹潭就是截取的这个佛说 比如说 比如说关于四地 关于十二缘起 像这些法相 那么不一定佛在所有的地方都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说 只说极地 有时候只说苦地 当我们把很多场景 佛的开示给综合整理起来 那就归纳为四地 十二缘起 那有时候佛只说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 那就没有详细说这十二缘起子 但是阿匹潭摩就把它综合起来 所以它是叫无上 就是比佛经还要好的 那说有 就是他认为佛的这个异曲是说有 说一切有 显然跟阿罕经里面 集上说的 说清说无相 这是佛在阿罕经亲自说的 是无相的眼角 还称赞修空无相的人 后面举的这两个 这个两个都是出自阿罕经 就是须补体 他是观空悟道的 我们说他观察这个缘起 观察这个信空 对不对 所以佛从天上说法 魏母说法下 下到人间 回到人间来 那有这个莲花色比丘尼 变成一个转轮圣王 对不对 转轮王 转轮王他变的这个相貌跟排场 让所有人都自动会 就是要引接佛的人 会自动占两列 就是这个威怡 他的这个仪仗队 让他的这个仪仗队 那这个莲花色比丘尼到佛跟前 那献出这个 他原来比丘尼的 这个身 这个身形嘛 但是佛说 不是你先见这个佛 而是这个须补体 这个故事在阿罕经都有 他是观空得到的 哦 哦 见缘起的空性 而得到的 哦 那这个身子入空定 而佛叹 都受到佛的赞叹 那阿比坛人 但明见有 故至你本宗哦 阿比坛就是有不啊 他说什么呢 他说圣者是以见有得到 还记得吧 见四地得到 是见四地得到的 所以是见有得到 哦 我们说四地都有他的形象啊 这个四地十六种形象 那都是实存的实在的 哦 所以他是见有得到 那就是谷至迷本宗哦 所以这个 呃 吉障大师认为他是迷了至宗哦 第六五本性啊 哦 什么是五本性呢 哦 就是阿比坛不信方等 哦 这大秤 他抗拒大秤 所以对大秤是没有信心 哦 所以叫做五本性哦 这从这里 呃 这一这一个条目哦 哦 就吉障大师他认为 这个小秤从大秤出来 像他举这个文书 文书问经哦 文书问经他 他就是来证明哦 小秤二十部啊 或是十八部啊 他都是从大秤来的 哦 他说文书问经云哦 哦 十八集本二啊 哦 皆从大秤出 哦 无是亦无非 我说未来其哦 哦 好 这个是从这个金正 那个 但是 这个金正哦 是这么看哦 文书问经他是大秤经哦 那他说这个小秤是从大秤分出来的 而且呢 他还预言呢 他说未来哦 地址会分成五部跟二十部 哦 哦 或是这个 哦 所以是这个说 哦 如果你在这二十部 就是小秤部派出家的话 哦 还是可以正得道果啊 哦 所以他说是无是亦无非 哦 哦 就是呃 愤愤接经啊 就是 哪一部经也是这么说哦 他说这个用这个经账哦 金 就是金黄金座的权杖来做辟语啊 哦 就好像佛的这个 佛法是 从佛陀这样子 啊 传下来 那 那到 我佛灭以后的五百年间哦 分座号称十八部或二十部嘛 哦 他说好虽然这个经账啊 分 分分断成这个十八段对不对 但是 分分接经啊 一个金黄金的权杖 就像他摔断了十八节 但是每一节你拿出来看都是金子 这个是 呃 这个我忘记是从哪一部经哦 他的异曲就跟文书问经是一样哦 那我们还记得在摩赫波尔波尔秘经讲的嘛 他说欲学四地当学波尔波尔秘 欲学什么十二因缘当学波尔波尔秘 欲学三十七道分当学波尔波尔秘 还有匹坛门哦 他说布派佛教的学说就分这三大类 但是如果你没有波尔波尔秘的话 你学的匹坛会堕于有中 学的空门会堕于无中 学的昆勒门哦 会堕亦有亦无中啊 这个不知道我们都引用过哦 提醒就是复习一下 说这三大类好像说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能得波尔波尔秘哦 那当然这个波尔波尔秘就是 我们说就是缘起信空哦 或是我们可以讲这个 从二帝的立场去分析啊 那么所说的言说都是假明的 都是这个我们说为了某种目的 就是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嘛 能够说的他都是众因缘所成的 都是空的 那说空也是意为是假明 也是中道意 就是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中道 就是波尔波尔秘啦 那你就知道一切无碍啊 这个说有说空 说意有意空 说意有意无人 这些都不妨碍 不妨碍我们得泄脱 当然这个是针对你的烦恼 你记指什么东西 那佛陀就说什么来对字啊 这个译曲 就是意为是假明 说空就是对字你的直见 这里说空对不对 然后说这个空也是假明 那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就强调那个金刚经说的 还有这个波尔金用的辟语嘛 就如法语啊 如这个药 阿茄陀药 就是你要服用 你吃了这个药以后 最后这个药呢 会排出体外 不应该再记指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 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这个空呢 亦为是假明 这就说明了这二地的关系 当我们说佛说的对字 对不对 说 这种对字啊 我可以用这个有 或者说众因缘生法 应该是众因缘生法 说有 说无啊 或说亦有亦无 对不对 这些目的 都是为了要来 显示他们的空意 那说空呢 是为了像药一样 像法这个匹育一样 他们都是假明 那么意思就是 我服用这个药呢 药这个病好了 药也要排出体外 我架着中法到这个出世的彼岸去 这个法是应该要放弃的 不是带着走 所以这个空意还是假明 那么把握这样的异曲就是中道 所以不管匹檀人说的 或者是空门 或者是昆乐门 就是不派佛教说的教义 都是众因缘生法 那么不能在他们的教义的字面上去记止 佛说没有我有五蕴 对不对 没有我 这个是对字嘛 但是佛说的五蕴啊 这个是因缘生法 对不对 那么不派佛教呢 他们认为这个五我是依于十有的五蕴有的 那这就变成他们记直的地方了 所以他们叫一切由故 那这样子就违背了佛的异曲嘛 就迷至中对不对 前面说迷至中 那又无本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才是佛的本怀嘛 那么小秤 我们说从大秤 大秤讲的就是一切空嘛 对不对 那么说一切空 这个是必须要有俗地 就是若不依俗地不得地义啊 这个第一义呢就是空嘛 第一义就是空 所以呢 我们没有依着俗地 没有依着这个众因缘生法 众因缘生法的表述 对不对 没有这些表述 就是没有俗地 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地义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说 这个世间是什么 但是 这是俗地对不对 这个说俗地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得地义 这个是空 得地义要干嘛呢 若不依俗地不得地义 不得地义 不得地义则不得涅槃 如果没有这个空的这个正见 是不能得涅槃的 所以这个我说即是空 是假名嘛 这个第一义 但是第一义必须由 必须由这个俗地作为 作为基础吧 作为因缘 从俗地去全选第一义 所以他的 是有一个步骤 一个程序 对不对 但是这个小乘人 他们无本性 他们不认为这个 小乘从大乘分出 他们怎么认为呢 他们认为佛就说了阿含经 阿含经就像匹檀人解释的这样 是法有我无 或是说一切皆有 他们认为这样的 就是他们全世的阿含 是小乘 而且佛 他们不会叫自己叫小乘 他们说这个就是佛说了 那其他衍生的 衍生出来的这个大乘 他说佛没有说这些 但是这个是你们的发挥 如果能容忍大乘的 他们就会说大乘是佛法 但不是佛说 但是如果不能容忍大乘的 他们就拒绝承认这是佛法 就是这个根本不是跟佛没有关系 这个是你们自己讲的 这个 这个是从古至今 我们从那个玄庄大师的这个 什么大唐西域记 在整个印度 这个势力还是比较强大 是布派佛教的信徒 因为佛这个 玄庄大师到每个地方 他就会有一些记载 说某一些寺庙 他是不欢迎这个大乘的人 也不读大乘情这样 这样的寺庙是多过这个大乘的寺庙 这跟我们这个汉地 就是接受大乘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到印度就刚好倒过来 这个是很奇怪的现象 所以这个在我们看那个南传佛教 为什么是小乘的话区 那也代表他们传播的这个 从这个海上思路传播 小乘佛教也是很积极的 所以现在的南传佛教 他们譬如说泰国 他们是不承认我们这个大乘的佛教的 斯里兰卡可能更保守 但是他们斯里兰卡说起来好笑 他们的佛法是从18世纪 他们消失了知道吗 然后本来是从他们传到东南亚的佛教 现在在18世纪又在传回去 那他们好像态度又更保守一点 当然不是说这个每一个人都这样 像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有这个强帝马法师 他是斯里兰卡像算国师级的人物 那他会来这边红化 代表他不排斥大乘 好的这个是五本性 十八级本恶 就是大乘小乘就是本恶 本恶 这个本恶是什么意思 倒是没有看不太出来 就是可能我在想是这个生就是二称 就是生文跟这个辟之佛 可以这么讲 十八部就是这个部派佛教的十八部 他都是从大乘出来的 无是亦无非 我说未来起 就未来会生起这一些 十八就是十八部一指 其本恶者 根本为二部 这个本恶我说错了 不是指的 这个 不是生文跟这个辟之佛 是讲 根本的上座跟大众部 就是十八部是从最开始分裂 是上座跟大众这两部 后来就是继续分 就是上座有分出很多 像这个独子 他们也是法杖部 画地部 那大众部 就是大众部有 这个我们对大众部的理解 比较少一点 那他也分出一些部派 那根本上就是这两个 然后再分出 渐渐在五百年内 就是比较有名的 那就有十八部之多 阿匹坛是十八部里面的 薩婆多部 他是从大胜出 从大胜出 集大为小本 而直小之流 文大乘不信 事已破之 这些 他们当然不会承认这个 大乘经所说的 所以我不知道 当然这个引这部经 可能 也不是给这个小乘教徒看 大概也是给这个大乘 因为文书问经 就是他们不承认的经典 好 这个事已破之 就用这一点来 这个破之他 问何以知 直小之人不信大乘法 你怎么知道 这个小乘人不信大乘法呢 答制度论云 嘉瞻炎弟子答龙树云 就是大制度论里面有一段问答 就是这个嘉瞻炎的弟子问 那嘉瞻炎就是这个发制度论的作者 那他后传的这些弟子们 就是匹檀的这个学者们 他问这个龙树 我问大乘心 我问大乘心不都信 故外国只小乘者 与学大乘人分合饮水 他就直接 他就跟龙树表明 他说 这个我 大乘经我不是 不是太相信这个意思 所以他用这个问答来说明 小乘人他都不会接受大乘 所以说这个 他们各自饮各自的水 喝两 就是等于分家了 所以说叫做分合饮水 但这边倒还可以再讲啊 就像龙树啊 就龙树是我们知道他是 紀元公元一世纪的人 就佛后大概五百年出了龙树 他是大乘的第一位论师 那大乘经应该都比他早 就是他能够读到大乘经 就代表大乘经的结集都会比他早 那他就说 那龙树传说 龙树要更造衣服啊 与这个传统的佛教有小异 就是有一点点差别 但是后来这个又作罢 所以后世的人 就是我们汉帝的传好像也有这么讲 就是他被告诫 被天人还是被菩萨告诫 说不能有这个傲慢心啊 那龙树他想要更造衣服 就是好像自己要创立新教 创立一个大乘教 就像现在新兴宗教一样 他为什么要跟这个传统的佛教做区隔呢 因为所谓传统的佛教就是布派佛教 就是要跟他们分道扬镳 这边也讲这个分合饮水 好像这个分裂佛教的是 站在大乘的立场就觉得小乘人是太固执了 但是事实上也不一定是这样 可能追溯到最前阿含经的原始佛教的时代 我们看这个佛教徒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性格 虽然大家穿的服装一致 那么过的生活一致 听的教法一致 就很像我们这个和和 就是只有一色一味的佛教 然后到了这个五百年 分合饮水 这个源头在同一个源头 但是到了五百年以后 就各家各自喝各自的水 好像这个源头有了支流这个意思 然后就各喝各的 可能这个格爱就神了 但是源头是同一个 我们在原始佛教都可以找得到 这种导致后面分裂的源头 像过去佛法制和和一味的时候 就有不同根性的比丘 比如说我们说有兰若比丘 兰若比丘就是像加色尊者一样 崇尚苦行的 对不对 那也有像佛罗那 佛罗那尊者这样的阿罗汉 他是发愿到边地 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去红化的 这个每个 我们说阿罗汉的因为性格跟性的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道风就不一样 那个佛罗那他就很有大乘菩萨的这种特征 你是阿罗汉所作以伴 不是就等着入屋于涅槃就好了吗 干嘛徒治疲劳呢 但是他不是 他得的这个 正得阿罗汉国不受后友 他发心 发愿到这个 没有佛教的地方去红化 那世尊就跟他讲 那个地方的人野蛮 这个你去那边 恐怕就是不安全 那如果他们骂你怎么办呢 就是他说 骂没关系我就会想说 他们没有打我就好 那世尊在问他 那如果他真的打你呢 他说那我会想说 只要他不杀掉我那都好 那万一你真的被打死呢 那这个阿罗汉就说 那我刚好随顺因缘入于涅槃 那佛陀就说 那你是这样的 这个你是这样的心 心态 那你就可以去这样 可见的这个不就是一个菩萨的风 菩萨的样貌吧 对不对 合合一味的佛法 那么都是初世间法 但是对佛弟子们更性 有人听到他就会发展成大乘 有人听到他就会发展成小乘 但是佛说的是同一件事情 这个在大智度论也是这样的立场 他说大乘跟小乘不是用这个佛的教义去分的 他说佛说法就如干露水 如这个天降甘霖一样 这个天降的甘霖是每一处都是同一味的 对不对 你不会说下这边的是牛奶 下那边的是清水 下下的雨都一样 但是为什么有的会长成小草 有的会长成大树呢 那就是跟个人的根性 那我们说根性 根性会发展出不一样的道逢 那崇尚苦行的人 他就不会欢喜跟这个杜仲有关的事业 他们喜欢独一无礼 喜欢这个静坐思维 像这个佳赫尊哲 他就是这样的风格 苦行至上 那表现出一种什么 一种 那个叫抖手 就是抖手自己的精神 永不放逸的那种 那种苦行的道逢 过着惊严的生活 但是他跟佛罗那 跟这个我们说的六群比丘 他的性格就不一样 像这个 我们家流驼仪 家流驼仪是六群比丘之一 那么几乎这个生人的戒律 跟女人有关的都是他犯的 但是这个人根性还是非常的利 他出家不久就得阿罗汉 那得阿罗汉之后呢 他接引一千家信佛 这个又是一个大乘风格的行者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你说 我们在阿罕时代 他的风格可能就是很多元 知道吗 然后到了 这些弟子们传承下来 师父的道夫 他们就会觉得佛陀就是我们想的那个样子 那一隔了五百年 他们想像的佛陀就不太一样了 那就渐渐的分合饮水 好 这个是第六 第七 有偏执 第七有偏执 有偏执呢 说的是我们看他举这个经 叫大吉经 叫大吉经 大吉经云 虽有五步 并不妨如来法界及大涅槃 而阿比坛人 保子至终排斥他说 便为法界巨大涅槃 这个累障济身啊 宜须商探 这边讲的这个五步 就是佛授记在大吉经里面 我们刚讲本二什么十八步 对不对 就是先分两步 后来分成十八步 大吉经看的又不一样 他说有五步啊 就是每个地方节级的经典 他们可能当时候的环境是五步 那五步 五步就是这个布派佛教的五个步 那五步就是 我们这个汉地啊 广律也有这五步的律 这个汉地里面都有翻译过来 所以我们都可以参照知道吗 这五步律就是这里说的五步啊 可见就是当时候某一个时候流行的 就是这五步 最势力最大 途中最多 这五步就是 这个谭姆德部 我们说的四分律就是谭姆 这个谭姆德部 谭姆德部传的就是四分律啊 那这个谭姆德是音译 对不对 他这个意义叫法杖部 这是第一个 然后摩赫森齐部 就是大众部啊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萨佛多部 就是友部 再来就是弥沙色 弥沙色就是画地部 还有加色为部 就是影光部啊 就是这五个部 这五步律我们都有翻译过来 好 虽有五步 并不妨如来法界其大涅槃 虽然这个我们佛教分作这五步 但是并不妨害如来的大乘教法 还有大涅槃 这个大涅槃可能是涅槃经讲的那种大涅槃 但是呢 毗潭人偏直至终排斥他说 他就是不承认大乘的大涅槃 我们说这个阿比坛他认为佛陀只是最厉害的阿罗汉 第一个而且是最厉害的阿罗汉 他们不认为还有阿罗汉还有一个是佛的 所以当时候这个 我们说这个他们传说 就是在南传的这个 这些记载来说 他们说这个有这个大众部 有一个祖师 那个叫做黑 叫做什么黑 叫黑天吗 还是叫什么 大黑天 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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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出五世 他说这个五世 五世就是阿罗汉 有五种不圆满的地方 那就提出 那既然阿罗汉有不圆满 那谁才圆满 他说佛才圆满 从他的这个说法 那就把这个佛教的大乘跟小乘的代表区别开来 就说有这种习气未尽的这个是小乘的果位 那如这个佛陀 他这个圆满无碍的这个习气都尽了 这个就是大乘的功德 那就是佛位 那我们会说这两个果位有什么差别吗 除了广行之外 另外到了大乘晚期说他们的智慧也不一样 一个断了烦恼帐 这个是这个声文 就是阿罗汉 阿罗汉只断了烦恼帐 没有断所之帐 但是如来呢 是既断了烦恼帐也断了所之帐 于是又发展成两种生死 他们说阿罗汉只断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分断生死 就是他不受后有是断了分断生死 但是他们还有变异 维系的烦恼 还有变异生死 对不对 那之后又发展什么成沙祸 这个有烦恼帐所断的 有所之帐所断 那么就这样从这个源头 就慢慢展开 这些理论就慢慢展开 那所以这个 我们看这个第七有片子 那其实就站在大乘的立场 就是后面这个教唆的立场 去看待这个声文 就看待有部的人 说他们排斥他说 这个变为法界巨大涅槃 不承认后面说的那些 但你说后面那些完全 如果说我不按这个 这个这个历史 就是不按经典这些证明 那么后面的理论都有后发的优势 就是前面的理论没有办法解说清楚的 往往都是后面的经论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这个你说匹檀 如果你说你的教育都说得非常完整 完全没有矛盾 那其实后面就没有发展的理由 那你能不能依据就是说佛子说的这些 所以后面提到的 能够圆满解决匹檀的一些问题 那你都不接受 这个就有有一点 这个在几档大师来看 就是太固执了一点 我们回忆一下那个玄庄大师 他好像到楼兰还是到哪个国 忘记是哪一个国 那不是说有一个国师吗 这个好像就是跟国王结拜的那个国家 我有点忘记了 这个那个国家的国民 虽然都重奉佛教 但是他的国师是小乘的信仰者 所以他们的国家流行的是小乘 那国王听说有这个东土大唐来的这个和尚 他就非常开心嘛 那就当然就举办很多学术活动嘛 那很多学术活动这个 这个长老他那个国家的国师是上座 对不对 他就对玄庄这年轻的玄庄说 这个印度还这么远 你不用去 这个路途遥远 你不一定有命到那里 你不如就留在这跟我学 这个我在那边留学了13年 所以你跟我学就好 那他说那你学习过这个瑜伽斯蒂论吗 他说那个是大乘的 那个不是佛说 没有必要学 然后他就说那我跟你学小乘 你认为这个小乘的佛教的这个异曲啊 就是说他解释的佛佛的这个言教 就是佛教的教义都已经圆满都已经周遍了嘛 他说据他的了解是的 那于是乎他就问一个说 那这个拒舍论这个你熟吧 他说当然啊 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有部的这个 这个最精华的论点 那他就问这个匹檀的问题 就问这个拒舍论嘛 他问一个出发端的问题啊 这个国师就答不上来 那他答不上来他只能说 拒舍论没有这句话 那这个这个问题就很尴尬嘛 国师说没有 但是玄庄说有 就是问这个问题 那时候台下就是国王的弟弟 刚好在台下 国王的弟弟是出家人 那只有他有这个权利嘛 他就说这个这个问本来就可以 大家笑一笑带过 大家找个台阶下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国王的弟弟就说 这个简单嘛 就是我们把这个论本 拿出来翻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在出发端嘛 就前面几页就找到 果然有啊 但是这个大航许记没有讲是什么问题啊 那这个时候这个国师就当众出球啊 这个当然这个玄庄就名声大噪 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玄庄为什么要到印度去啊 他就是认为匹潭有未尽之处啊 就是我们看这个 如果我们对这个小秤学说有一些理解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有些问题啊 那是匹潭没有解释的 比如说我们说叶 什么叶 这个我们都说我们的生命是从叶来的 那难道这个叶也会变成气势间吗 因为布派佛教比如说有布 他说叶是一种无表色 那无表色不管他有没有表他都是色法 对不对 他的性质是色法 那我这个下一辈子的这个心啊 也是从这个无表色献起的嘛 那他是怎么升起的呢 这个布派佛教有回答吗 没有 所以这个都是问题嘛 那听说这个玄双他就是听说 这个这些问题 在瑜伽式地论都得到解决 那因为汉地没有嘛 所以他就发愿要到印度去求真情 那目标就是瑜伽式地论 所以这个国师说他这个没有价值去学 因为那不是佛说的 像这个国师他代表就是我觉得就是跟第七很很 就是第七 就是第七条的批判 是非常吻合的 他说有偏执 就是他们的态度是非常偏执的 你都没有看过瑜伽式地论 你就说那个是大秤的 那个没有没有值得看 为什么呢 因为大秤不是佛说的 所以他只有非常吻合这一条 排斥他说 便为法界巨大涅槃 就是你都不知道 他全显的这个大涅槃是什么 对不对 你就一概的否定 因为他不是佛说的 你就这么相信 累赏济生 依须这个商谈 就是感叹 就是学习了 在印度学了13年的国师 那么最后还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好 第八 非学本 第八非学本 大品金云 欲知四元 当学波罗波罗蜜 当学波罗蜜 外人问龙树云 欲学四元 因学匹坛 云和乃学波罗呢 论主答曰 初学匹坛 事如可解 转久推求 则成邪见 这个我们 这个看这个摩赫波罗波罗蜜经 大智度论解释摩赫波罗蜜经 那么前面就是佛要说波罗波罗蜜多 那为什么 就对这个说 如果你要想知道这个四元的本末 四元如是信如是像如是本末究竟 那你就要学波罗波罗蜜 当然就是四元的本末究竟嘛 就是波罗波罗蜜 那四元不是匹坛专门去详细的解说的吗 我们说四元就是因缘嘛 所缘缘 身上缘 还有这个等无间缘嘛 这四元我们说能够升起一切法 就是包含在这四元里面 中论的第一品也有谈到这四元 这四元就是部派的学说嘛 就是详解这些因缘 那不是应该先就是匹坛才详尽的说 说这四元嘛 怎么会是学波罗波罗蜜呢 你说这四元都是空的都是平等的 这个很奇怪 他说初学匹坛 我们初开始看这个匹坛 就是阿比达摩论 他在讲什么是因缘 什么是真上缘 什么是等无间缘 什么是所缘 好像讲得很详尽嘛 但是呢 转久推求则成邪见 这个我们学习的生 但是这个没有得波罗波罗蜜 对不对 你就会变成一种直见 这个就变成邪见 那问约学匹坛 云和乃成邪见呢 他说你学的这个阿比达摩 不是应该增长智慧嘛 明白什么叫四元啊 怎么会变成邪见呢 若言四元生诸法者 谁附生于四元 就是说 我们知道 法是从这四元来的 那这四元本身也是法 这个法呢 他本身还依着四元 所以就无穷的退后 所以他说这些四元 跟从他生啊 那谁去生这四元呢 若四元跟从他生 则他附从他如是无穷啊 就我们说 如果你说 诸法从四元来 那我们会面临一个问题 四元也是法 那法又从四元来 四元也是法 又从四元来 所以他附从他 就无穷的倒退 对不对 如是则无穷 若其 这个是第一个过失 若其四元自然有 不从他生 万物亦因不由四元 当舵无荫 所以说 我们如果初出文 这个痞痰 好像可以解决一切事 就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这样 来解释因果关系 就认为这个什么 从自生他生 共生无因生 这个说的都太单一了 我说从原生的意思 佛陀说的原生 是为了要破外道的什么 自他生 这些都是外道讲的 那 匹潭说什么叫原生 就是都是从这四元 就是因缘 所缘 缘 缘 这个无间缘 真上缘 这四个 这个都是抽象出来 他要解释 他要解释 从因 为什么会有果生起 一样 就感觉好像他 用另外的语言 就不是自生他生共生 从因生果 佛说有这四元 那这个因 那这个因 我们可以看作 广泛的来讲 这些都是因 会有这个果 他是法 那问题是 这些是抽象的东西 他本身就是一一的法 那么这个法 他还是从四元来的 四元又是一堆的东西 四元之后还有四元 就无穷无穷无穷退后 这是第一个过失 无穷过失 无穷为什么是过失呢 在大制度论说的 如果真的是无穷 这个是真的 就是实在 就是推不到一个头 那就是破一切自人 这个是 可能佛教徒 或是印度 印度的宗教 会接受这一点 为什么无穷 无穷退后 是 意思就是 没有一切自人 理由很简单 我从这一 我从凡夫的立场 比如说这是凡夫 他知道后面 推不到一个头 那佛陀可能比我更厉害一点 他看到比我更厚面的 但是他呢 也看不到头 换句话说 他的认识跟我一样 那不就是意思没有一切自吗 这是第一个过失 那假如我们要 终止这种过失 就是四元以后没有了 法就是这个 这个因就是四元 四元就能生果 四元后面没有什么 不用什么东西来生他 那就表示呢 这个四元 他没有 没有因嘛 所以说 如果你说 四元之后不需要四元 那就是代表 这个四元是无因的 那为什么 这个需要因 这个不需要因呢 可见的这个因就是绝对的 叫不平等因 那 我们在讲这个 大致在天生一切的时候就说到 或者我们讲这个 上帝创造亚当夏娃 那是我们人的第一个父母 但是亚当夏娃没有父母 那亚当夏娃就变最特别的人类 因为他不是从父母生的 那为什么我们都是人 有分成需要父母生的 有些就是亚当夏娃 他不需要父母生呢 可见这个法就不平等了嘛 所以他叫不平等因 你这样知道吗 我们是人 跟我们一样都是人类 他不需要父母 但是我需要父母 那就表示我们这是不平等的人嘛 我需要他不需要 但是是人就应该 要嘛都需要妈妈生嘛 要嘛都不需要 怎么会有人需要有人不需要呢 这个叫不平等因 这样知道吗 所以我们如果初学痞痰 觉得他可以解释一切 但是我们想的不够深 如果我们再继续 推求下去 我们就会发现他的问题 那也是刚 补充刚刚讲的 是为什么玄窗会说 这个痞痰不能窮 没有完全解释圆满这个佛说 理由我们从这些细节就看得出来 那么大致论说的的确是对的 初开始好像可以解释 但是你推求深深刻一点呢 你就会发现他的问题 如果我们循着四元的思路下去呢 那么只会有两个结果 一个是无穷的过失 一个是无因的过失 这是为什么你学这四元 当学波罗波罗蜜的原因也在这 如果你学习四元转成斜见 转成直见 那你一定会堕在这两个过失当中的一个 所以当然要学波罗波罗蜜嘛 你才能够于一切无碍 对不对 好 这个当堕无因 故从 故从则无因 穷则 故从则无穷 就是你顺着这四元 还有四元就无穷 穷则无因 就是这四元已经是穷尽了 不需要在其他的来生这四元 那这个叫穷则无因 由此二门 则不信因果 如果我们循着匹坛 那么遇到这两 就是求 推求到究竟 是这两个 是这两个这个见地 这两种见地 最后都会不信因果 因为这个因果四元生诛法 到了这结论就完全崩溃嘛 那完全崩溃还会有什么四元呢 所以就不信因果 故久学匹坛成于邪见 就一切不能成立 那你就会堕入邪见 就是说的很有道理 第九 看第九 必真言 这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这个 障毙的大乘的严教 大乘讲一切空 他障毙的这个大乘的教义 大吉金云 甚深之意不可说 第一异地无生智 诚如比丘于诸法 获得真实之之见 这是大吉金 说的这个佛陀初转法轮 得度的这个比丘叫乔诚如 对不对 他是听什么东西得到的呢 他是听佛说空的教义得到的 所以他举这个大吉金嘛 就讲这个第一毅力的相貌是无 对不对是空 那这个阿韩 我们说匹坛人说是见有得到嘛 这个又就跟前面讲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圣生的这个空意 是不是超越言说的 这是乔诚如 初转法轮乔诚如 也是以此得到的 在举这个本启经云 本启经说这个 这个 这个字 这个字叫做 额 额碑比丘 本启经举这个额碑比丘 也是这五 初转法轮 这个吴比丘 里面的一位 额碑比丘可能是音译 他就是我们 比较熟悉是翻作马圣 就是这个舍利佛 见到这个马圣比丘 那他这个 初转法轮得圣道以后 马圣比丘到这个聚落托波 那他就遇到这个 舍利佛 那舍利佛看他就是 威夷其整 朱根吉净 觉得这个不是普通人 就是我们讲这个修行人都有这种到 这个修道的风 这个 威夷吧 就是你看他的举止 那么特别的祥和 特别的安详 然后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平常人 所以就问他说 这个你是谁的弟子 那你师父是谁 那教导你什么 那马圣比丘就跟他如实的汇报 说我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那他说的什么法呢 那马圣比丘就说一个祭颂 大家都听过 一切诸法本因缘空无主 这个说的这个原生的祭颂 那这个 舍利佛听到以后就得到了 那他回去 再把这个祭颂跟这个 那个大目见连说 那大目见连也得到 那他们其实都是 带领的一群弟子的这个外道 那他们都有个共同的老师 那就带着他们的这个 这一群人 他们是大师兄 二师兄 就把他们的弟子全部都 带到佛教里面来 他就是 举这个马圣比丘 乔丞儒 他们都是这个悟的这个空见 就是听的也是空正见 对不对 所以 说一切诸法本因缘空无主 习心达本缘故号为沙门 这是讲这个 生子集 生子文之即得道国 设立佛设立子 寻大小二经 皆明空成圣 就是不管是大乘经 小乘经 都是讲见空得道的 而阿彼潭为官有得道 故隐父真言 为什么见有呢 为什么不是见空呢 因为假必一死 那因为这个阿含经 多谈空对不对 多谈无我 但是我们只有的人 执着有的人 就会问说 所以是空的 但是空一这什么东西 又是空的呢 所以他们就去寻求那个有的东西 比如说无我 无我 对啊无我是什么东西无我 是在五蕴上说没有我 所以到底重点是无我呢 还是有的那些东西 彼潭认为有的那些东西比较重要 所以他们就开始分析 佛说无我是依据什么东西讲 要有的地方说是依着十二处所的 有的地方说呢是依着十八戒所的 所以就把这个有的东西 我们组织一下 就变五位七十五法 所以他们是这个有部嘛 是说一切有 那等于说佛说的这些空也是必须依着有的东西作为依据嘛 所以这个叫做丈夫真言 就是见空的文空得到的 好下面哦 好第十个 就是最后一个 上原子 好这边是讲的是二帝的道理 我们看这个涅槃金云 欲令众生生是真谛 事故如来宣说于俗地 若使众生不因俗地而是真者 如来终不说俗 这边讲的就是二帝 那为什么说这个 迷空就是会上师佛的原子呢 先说这个涅槃金 那涅槃金这一段的译曲呢 就跟中润的那一段译曲是一样 就是若不依俗地以不得地义 不得地义则不得涅槃 那看起来为什么佛说这些世俗呢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世间是苦空无产无我 那说世间都是苦都是从缘起都是无常流变 这个就是俗地 那为什么说俗地是为了让你去试得这个真谛 比如说我说五蕴是俗地 那说五蕴是为什么呢 让你知道五蕴里面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我 那这个就是说俗地是为了真谛 那如果说不是为了让你这个开谜起悟的真谛 那佛不会去说这些俗地的东西 那这个是毗潭说的 所以这个就是世俗友跟圣一空他们这个二地的关系 俗地是一个条件 那从俗地里面去误得第一 才能够这个 转迷起悟 那匹潭之流 虽之俗友 不悟真空 他说匹潭人 他们知道世俗友 但是不悟真空 不相信空 所以呢 所以呢 既或真空亦迷俗友 因为思恶地的关系 所以呢 既不能不承认一切空 对不对 那你不承认一切空 也没有办法建立一切友 世俗的友也建立不起来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我们说四元生诸法 你从友的角度去建立 一个是无穷 就是推演到最后的结果 要么是无穷过 要么是无赢过 那表示这个四元也不可靠 因为他最后会导致自己的矛盾 所以你就会觉得四元生诸法是错的 那时候你就变邪见 所以他说 如果你不得波罗波罗蜜 学四元会变成邪见 就是不得争议也会迷于俗地 所以二地并上 真俗这个二地都不能建立起来 唯有从俗地去建立争议 这种二地 才能够善巧的建立空跟游 这个匹潭他的立场是这样 就是五蕴是有的 五我我们可以说他是假的 假的我们也可以说他是空的 对不对 那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是这样建立的话 那是得不到真实的空间 得不到真实的空间 连无我都建立不起来 这个要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我 会变成两种矛盾 就是我们说这个 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所以我能够在俗地上有作用 都可以用这些东西来解释 所以这些是有的 这个是假的就是空的 那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种统一性的东西啊 譬如说人格啊 我有什么人格 我有什么根性啊 那会全部被你破坏掉 因为没有我嘛 那你后面这些东西可以解释这个吗 很难啊 所以他们就要建立什么业 要建立一个恒常住的东西啊 或是这个 这个什么穷生死运啊 建立什么细心啊 这个目的就是在 这种无常流变的东西去建立一种 能够延续的 比如说我怎么解释业力 我现在造了二业 下一辈子得报 对不对 你没有这个我 这个是外道用的 那你怎么去解释 这个业力的继承的问题 他就要发明一些 能够流到后世的 那就是一种恒 一种长嘛 你虽然不承认 就避开我的 避开我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建立的这些东西其实 只是你不叫他神我而已啊 稍稍改变他的性质 但他的异曲还是一样 换汤不换药啊 换汤不换药啊 那么最后最后 到了这个大乘晚期 干脆讲是真如啊 或是真我 就是这个不变的 为了要解释轮回 为了要解释轮回跟解脱的主体 或者讲这个人格更性 还有一个就是记忆嘛 像业力这种问题啊 如果你不用这种我去解释 缘起的假明的我去解释 你说没有 那你就非常难解释这种相续跟统一啊 对不对 那事实上你还是要建立一些 这是比较形上的这种 我们说跟外导又有七个的这种神秘的东西 是到后面承认那个如来杖 就是不流转 对不对 那后面就为什么会有这些 说法出来 都是从 我们没有善巧的得 般若波罗蜜 所以就遇到 我是空的 但是你要解释现象 那你就会遇到问题 对不对 最后呢跟外道就越来越像 就像这个 吉隆奶粉一样 这释迦牟尼佛变成这个 师婆神的第九个化身 第八个化身 第九个化身 变佛教被融入印度教区 那你的教义当然是越来越像 但是 说这样子的教义 不是说佛法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善巧的得波尔波罗蜜 那么就能够于一切无碍 知道吗 好 这个是二地 就是如果我们迷于真谛 你没有从这个 比如说这里得到真实的空 我们说佛法是这样 你看 以法知有人 以这些法我知道有人 也因为有人 能够说这些法的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 是哪一品 他说 好像是本著品 本著品啊 中润的本著品 他说应该先要有本著啊 如果没有本著的话 那是谁在听 谁在看呢 谁在受 谁在想 谁在行 谁在死 谁在行呢 受想行 只是总该这些东西 这些特征是属于某个主体的嘛 不然是谁在看呢 谁在听呢 所以他说 言而鼻色生意 先要有本著 这是一个条件 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法 这个法的先有条件是 有一个本著 那这个本著 其实不是先有的 就是我们从本著品面 检讨本著不是先有的 而是依着这个东西而有的本著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 就是这个 以人知有法 就是因为有这个本著才知道 谁在听谁在看 对不对 然后以法知有人 离人何有法 离法何有人 两个就是相依相待 没有一个有自主性的 但是如果我们按匹坛 先建立有嘛 他说这个东西是先有的 那到底这个看 就是没有主体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为什么波尔经这么说 预知世源当学波尔波蜜 这个是有道理的 那如果弥真空这个二帝病伤 如果我们没有波尔波蜜 那你以为这样 我只要承认有这个 我就能够解释我们 世间的现象 事实上没有 你说没有人 这个都没有人 那这个是谁在听 谁在看 对不对 是不是很奇怪吗 你这个模型 是不能够解释我们的现象 OK 理解了 好 这个是毗坛 好 接下来 十科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要破诚实 是 我们看这个下面 排诚实第三 前面破坏道 再来破屁滩 现在排斥 就是破诚诚实论是第三 先讲这个诚实论的利益 然后再去破斥他 先讲他的中原 这个中派是从哪里来的 他是什么属性 好 先看这个 有赫离拔摩高足弟子 蓄其中约 先说他的这个异曲 这个 赫离拔摩 赫离拔摩 就是诚实论的作者 那他是什么时候的人 这里说九百年内 那后面还有讲 就是说他是八百九十年 所以他讲不到九百年 他是佛后的九百年内 那他是这个诚实论的作者 那他的弟子 把他的这个著作 终整起来写了一个序 这个序里面讲 他说诚实论者 佛灭度后九百年内 有赫离拔摩 就是 这个是音译 那赫离拔摩就是狮子铠 他造的 其人本是撒婆多不 他本来是有部 纠模 纠模罗陀的弟子 看其琐事 就是不满意他老师的解释 静在名相 就是 他觉得他的老师 只是解释很浅静的 在文字的表面做解释而已 睡喜册生起 就是他呢 就从有部转到金部去 就是这个 大众部 升旗部 升旗部就是大众部 就是他不满意这个 揪摩罗陀说的教义 所以他就转到大乘去 大众部去 那就是大小兼学 那就是大小兼学 酸揚九金 你为什么说大小兼学 因为大众部是比较开放的部派 他也承认这个大乘的经典 所以他在那边就大小兼学 所以他在那边就大小兼学 这个钻研九金 九金就是我们讲的九部 就是指的是三藏 就是当时候有这个九部十二部之说 好 那九部就是学习三藏 成太五部再卷邪物 从书会日 好 这个 成太五部 就是澄清 然后太楚这些不合理的说法 就五部 我们前面讲过什么坦摩德部 沙弥瑟部 叫弥沙瑟部 这个还有什么 那个影光部画地部 有部 大众部 这些五部 成清 还有太楚他们不合理的说法 再卷邪物 然后再破斥外道 邪物就是指的外道 重书会日 重新 让佛教的正义 能够显露出来 就像会日造空 重新再把这些乌云拨开的意思 于是道正祭兵 就是他在祭兵这个红化 非常的有名 深流赤县 就是指的他的名声 流传到这个赤县 赤县指的是中国 成是能成之文 就是成实是什么意思呢 成就是能成的文字 实是什么呢 就是他所全显的道理 就是他要成立实在的言教 就是他的言说是佛说是实 是真理的意思 二百二十品 就是他的著作有二百二十品 十六卷文 四地建章五具名义 他呢有十六卷之多 那分成五章 这个五章就是用四地来建立的 前面第一章是发句 就是总论 再来就是苦极灭道 所以就是五具 就是五个章节 说记精巧 这个归众若林 他这个说的很善巧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大众就像这个 鸟一样就是黄昏他们都会回到树林 大家都来聚集到这里来 那陈时论是佛灭度后九百年 荷摩巴黎造 对不对 那翻译的是这个 鸠摩罗史 在这个鸿石十三年翻的 那翻就是写下来是坛影 那森瑞是开讲他的第一人 好这个是 诚实的来源 再来是他的 诚实论的作者 那这个作者的源头是什么呢 他是 问 拔摩既排斥八剑 淘汰五步 诚实之中正一何一 就我们前面讲 诚实论主要是排斥这个 我们说那个 这个八剑度 就匹檀的八剑度 那他都是依着这个八字论 就八字论的解释啊 就是形成这个八 八剑 那就是 这个广泛的来讲 诚实论是针对发字论写的 就是发字论 那他既然这个 淘汰就是破斥了五步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什么 打上步 影光步 花地步 这些五步有没有 那他的 他又是属于什么样的思想 属于二十步里面的哪一步呢 是一何而立呢 就问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莫衷一世 就是我们对他的异曲 是不是 到底属于哪一系的思想 并不是太清楚 所以就有 有四种回答 第一个我们看 答有人言 折善而从 有能必路 气重思之短 取诸步之长 这个是第一个回答 他说 你 这个诚实论可以说 自称一家 为什么呢 他是二十步里面 去取 善者 哪一步说的好 他就采取这种说法 比如说 我们佛教里面有讲 这个三四十有 有的有讲现在十有 那他就抉择嘛 哪一种说法是比较好的 他就说 是哪一种 这样理解吗 所以叫做 折其善舌而从之 说的正确的 经过逻辑的检验可以 说的善巧 说的合理的 他就采用 那舍弃这些短的 就不合理的地方 就舍弃 所以他是 就是 取各部的优点 长处来采用 舍弃 这个 这些不派说法 舍弃这些不合理的说法 这是 是这样建立的 可以说这是一个完全依着理智 而写出来的作品 不是依靠佛说 知道吗 是依靠这个谁说的合理 就采取 什么样的说法 凭的是理智 第二呢 就看第二个 有人言 虽负赤牌群义 正用谈吾德布 也有人说呢 他是 有这种理性的色彩 排斥仲家的义说 但是他就根本的正义 还是依着谈吾德布 就是法杖布说的 那法杖布其实 他的源头是独子布 属于上座布的系统 那第三个呢 第三种说法 有人言 偏刺痞痰 专同辟育 这个是说 他破了痞痰 和辟育师相同 那辟育师可能指的是精量布 就是应该说是精量布的先 先行 后面才发展成精量布 辟育师他还是属于有布 只是他们说法的 那个风格不一样 那因为辟育师是散说辟育 就像这个 用那个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法家的著作有很多批语 先讲故事再讲道理 后来就发展成这个精量布 这个是他的来源 那再下来就是真帝三藏说的 真帝三藏云用精布一也 就是他说这个诚实论用的是精量布的 这个 这个 根本的中意是按精量布 那精量布 他是这个佛后三百年 从这个有部分分出来 就是从这个批语部分出来的 好 这个是四种说法 但是就 并不太 他不是这么典型的这些布派学说 所以我们说 能够成立一部 都是有他很鲜明的教义 但是你很难说这个诚实论 他的根本是 是从哪里建立起来的 好 那我们看这个 后面就开始破制 就是我们下一周再讲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 我们这个 就是 这个是 历史是假的 不是 历史不能从真假来评判 历史是真的 历史是假的 历史是假的 我们从 我们从历史把握的是一个大致的脉络 然后呢 历史重要是传达一些道理 就是我们从历史里面总结出来 而我们要总结这些道理 当然离不开我们个人的判断 或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判断 那么 故事的真实根本不是重点 历史记载的是他对一个人物 一个时代的某种判断 所以 为什么我们 为什么我们看 我们看这个 这个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篇论文 第十页 有没有 他说 大乘思想是一种浅流 一种酝酿 在不断演绎充实中 前面我们不是看那个历史 八百年 写八百年前的事情 中间有多少个版本 我们怎么会清楚呢 对不对 但是这是都是在民间一直流传的 所以他不断的在演绎 在充实 比如说你在佛陀时代 你可能不会想到的问题 因为佛陀跟你生活在一起 等他不在了 我们就想说 为什么我爷爷说这个佛陀生病了 他跟谁化缘 然后怎么样 然后 我已经过了一百年了 我想说 佛陀这么伟大 他会生病吗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一百年以后的人就开始讲 佛陀那个应该是化身 那我们就问 那佛的真身在哪呢 佛的这个法身是无形无相 是片一切处的 这些说法以前有没有 以前当然没有 对不对 但是你能说我一百年后说的 理解的东西是错的吗 也很难讲 因为这谁知道呢 就当时的人 可能没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这样的记载 因为那时候的人 离佛陀很近 他不会亲切的 想要佛陀还在这个世上 于是乎他们不会有法身 骗一切 骗一切处 就不会消散的 他们不会这么看 因为佛就在身边 那一百年后这种理解是什么呢 就是在演绎当中去充实 就是把佛陀的 我们很多的寄望 就是希望佛陀还在世的这种期待 会充实在我们对佛陀的回忆里面 但也是流行中的演化 就是每个时代他需要的佛陀 想像的佛陀不一样 非某一人有意的珍视 一直到成熟的阶段 自然有人把它编辑出来 这个就是文学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待我们的经典 就前面我们看那个影片 就是让各位知道历史的本质是什么 那从这种认识当中 我们就看得出来 什么叫做佛算 什么叫佛说 什么叫做经典 他都是 我们接受的 这个受众就是弟子们 那一定有佛陀 对不对 这个大事 佛陀对他们说 对不对 然后我们都以为历史 这个就是历史的两边 我们认为历史是就是经典 就是经典 这个经典当然是一种历史 是这一边 是说话的这一边 但是有人说历史是根本就是人做的 他就站在这一边 这个就是历史的本质主义 这个就是历史的本质主义 我们说历史的自信论 就是用自信论的字比较 它是录音机 它是录音机 很忠实的 多一次少一次都不行 那你就是把经典 放在这两边的右边 懂吗 历史不是这样 历史是一种诠释 就是佛说了 但是是经过这些弟子们 理解编排以后产出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呢 缘起性 缘起性就不能较真 你不能说是这边的真 就是人纯粹想像的 也不能说是这边 说是忠实 像录音机一样记录下来 这个都是客观主义 客观主义引起的两边 这两边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虚无主义 就是会让你不相信历史 因为你说你能证明吗 司马光有杂纲吗 你不能证明 所以没有这件事 最后客观主义会导致一种虚无主义 那龚俊老师也是认为是这样 客观主义导致什么呢 就是佛说的真理 佛说的真理 被解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各家不同的 各家不同的传统 有说是如来藏的 有说是阿赖也的 有说是夜感缘起的 哪一个是佛说 我们没有办法判别 我只看到各个不同的传说 那不就是对真理的一种解构吗 最终还是在宗教上 历史上是虚无主义 宗教上还是虚无主义 这些都是从这个源头 这个源头我们说是直见 他就是无名的体现 所以我们从这个中观学说 有没有 也可以来检讨 检讨什么 大乘是不是佛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困扰这个佛教2000多年 因为从这个龙树以来 就一直有人这么讲 那我们要把什么是佛说 用中道的来理解 就是要避免这种虚无主义 知道吗 那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些 这些历史啊 就是经典 传达什么东西啊 真相就是我们19世纪 要追求的那种真相 不是重点 而是这些经典 传达什么意义给我们 当然 重要就是传达中道啊 你有没有得到这个义取 如果得到了 不管是匹檀 诚实也好 就是我们讲龙树说的有 布派佛教有三门 昆勒门 空门跟匹檀门 这三门 都是佛说 他认为这些 这些说法 都是佛的弟子 理解佛说以后 去终整出来的 叫分分皆经 就是好像也是文书 所问经说的 分成十八部 分分皆经 就是 金子做的权杖 就是佛陀是法王嘛 佛陀的这个权杖 摔到地上分成十八段 但是每一段都是金子啊 可见的这个中道 中道才能够避免虚无主意 那么才能够接纳所有的 说的好的都是佛说 因为佛说从来不是在这两边 你认为是人记的就在这一边 你认为是忠实佛的 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佛亲口说的 就在这里 但不是佛说是介于 两者就是佛这么说听闻以后 经过自己的理解 加上自己的期待 自己的推演 自己的实践 所留下来的作品 所以它是 不是两边的 一方面是佛一方面是弟子的理解 对 那他如果讲分分接经 那是不是讲到大称 跟小称的经验都有存在的价值 对 我说过嘛 龙树说的 欲学欲之四元 当学波尔波尔蜜 这是摩赫波尔蜜经的话 那龙树就解释 就我们记得上一节课 如果你学四元 那个邪见不除 就是越转越迷 越去深入越是迷惑 为什么呢 世源以后还没有世源 如果有就是无穷 如果没有那就是无因 为什么 因为你理解世源的方式 没有按照中道 所以你就越学越迷 最终你会变虚无主义 就是世源根本不能成立 那就是虚无主义 所以为什么说 欲学世源当学破破密 你又知道世源是俗地 那么借由俗地去知道第一 这才是重点 经典所有的记载 就是要让你完成 我们可以讲佛的略教 遗教的 那个叫什么 略教经 出而莫作 众汉奉行 自尽其义 施诸佛教 这是略教界 那他 你能够符合这略教界的 都是佛说 因为没有所 你要说什么是佛说 是你把它看作是忠实的记载 或是人的边转都不对 因为没有这种纯粹的东西 有的只是众源所起的 你说大体上佛说了什么 这个大体上是真实的 他的源流从阿寒出嘛 对不对 那佛也讲啊 我所说的如爪上土 未说的如大地土 那佛没有讲的后面的人 可以不可以演绎 可不可以补充 那算不算佛说呢 我们从源起性来看 怎么不能说是佛说呢 对不对 我们上一周有讲 所谓的佛说是什么 是一种赞美的词 你说的好的就叫佛说 这个都有证据 像阿比坦 他不是佛写的 知道吗 但是你整理的把这个佛的教义 给理论化 所以当时候的这个 有部的论师都说 那个是佛说 可见的佛说是一个称赞的话 佛说不是这个 也不是贬义的 说这个都是人说的 佛说是一种赞美的词 是一种赞美 对什么东西的赞美 就是你说的好 说的好的就叫做佛说 所以这个大智度论说 佛说五种人说 略的来 就是有天人说 有弟子说 就归类有五种的人 辗转传来的 都是佛说 那佛说 是一种赞美啊 就是意思说你说的好 所以大智度论说 一切贤善妙语 皆为佛说 这龙树的异曲说的很明白 知道吗 我们现在相信司马光有杂纲 就是因为他说的好 为什么呢 他体现出司马光的机制 这个马卫都 这个马老师说的 说 赞叹司马光 从小就一种逆向思维 一般人不会 想要生命跟财产都要保全 结果两个都丢失了 但是这个司马光知道 能够很果决的 生命跟财产 对不对 他抢救生命 一般人就是犹疑不定 砸了钢会不会被骂 就是在那边犹疑不定 但是司马光非常的果决 而且是从小就有这种机制 对不对 那这个故事 是不是真的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呢 他说明了司马光的品格跟性质 但重不重要 不重要 就是司马光是一种 我们要学习的人格的一种象征 知道吗 所以传达的还是我们 对这个世间的体察 对人世间 有种种人物的一种体察 一羊米羊百样人 对不对 那你能不能把百样人说清楚 那哪一种才是我们向往的人 我们从这些历史人物里面 从这些线索 大体上是有的 有司马光这个人 他为什么创造这些事业 一定有他独到的地方 流传这些故事是让我们体现一个人格的丰富 还有这种人格的高尚 知道吗 所以根本史的记载 他的精神根本不在 不在这里 不在这种 是不是真的 真的这个不重要 知道吗 也是这种自信论 让我们以为他很重要 这样理解吗 所以不用 你学的中观 对不对 不用记载 不用计较说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我跟你讲 你用波尔波罗蜜去考察 一切不能成立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语言 都有这种自信的影子 所以当我们 用平凡人的思维 那就是处处都不能成立 因为我们的无名里面都带有自信 我们的文字里面都有自信的影子 如果你用这个前提去考察一切 那么一切皆不能成立 一切不能成立是虚无主意 但是佛陀不是说一切不能成立 是因为你有邪见一切才不能成立 如果你承认一切是空 那么一切就是无碍的 那空怎么体现呢 空也是从这个自信不可得去体现 换句话说呢 它是破斥你的直见来成立的 你要承认你看到的东西都有 一种带着自信的眼镜去看 你承认这一点就表示 你知道什么是无名 你知道什么是无名 也就是知道什么是名 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你一切空那么看一切是如幻 那么这个就是般若 三轮体空 就是我们看世间的眼光有一定的 已经有深度的 去说本末究竟有沒有 知道世源的本末究竟 其实都是一种假名灌带 是如幻的缘起 我们就有政见 那从这政见有什么好处呢 你还记得这个百论的结论 百论说 这个我们看待事物有般若的身见 是能够对峙烦恼的 对峙烦恼要干嘛 提升你的道德品质 三轮体空是布施嘛 你继续的布施 但是这种布施有出世的政见 这样的布施就能够引导你到彼岸 成就无助涅槃 这是你的目标 没有这个三轮体空 没有就是只能够在人天当中享受福报 是有所得的功德 对不对 所以经典的异曲就在此而已 我们要脱离这种大小的争议 就是从中道里面来摆脱 所以你看那个应盛 对应盛导师他对经典的理解就是这样 他不是什么 他不把佛说界定在这儿 是人迹的 这个一般的学者都是这么说 他也不像这个太虚大师他们 他把经典当作经典 盛典是不能更改的 他不是这么看 所以他能够接受这个经典 他的样貌就是有一种文学性 还说我们要接受他们宝贵的成果 对不对 这个是弟子们记录的 但是是根据佛说 经过自己的实践 自己的想象去结集出来的 那这种他说这种成果 当然每个时代想象的佛陀都不一样 记录的佛陀 这个想象就有点人家会有点反弹 你知道吗 但是一定有自己推演的 就像我问的 你觉得佛陀会生病吗 如果你现在 就在我们这个时代 你觉得佛陀会生病 人家会说你邪知邪见 对不对 一样 就是每一个时代 他都有对佛陀不一样的理解 像我们对司马光 对武则天这个个人 每个 特别是秦始皇 现在秦始皇可能 比较多会去去替他说话 说秦始皇没有我们想的这样 对对对 就是每个时代对他的评价会不一样 这很正常 这个叫历史 历史不是死板的一块知道吗 因为什么历史呢 历史总是由我们解释的这个层面 就好像你怎么解释佛陀 为什么会跟你脱脱 圣人为什么会肚子饿呢 那肚子饿能叫圣人吗 这个可能后面的人就会有疑问了 有人说不会 那就是我们的判断 但是一定有这个人物 提供给你判断 对不对 所以这种历史 就会有反本质 因为历史每个时代 总结的结论不一样 他就没有所谓你想像那种客观的本质 就是只有一种判断是对的 没有这种本质嘛 好 那我们看这个 我们知道读历史 读这个佛际不是都要得到利益吗 都是为了利益而去学习 那读历史读佛际 那这个道理是不是人物得到利益呢 就我讲的嘛 前面我才刚讲完 欲学誓源当学波罗波罗蜜嘛 这是我们 波罗波罗蜜是 你让你读一切东西都无外的 我们从经典里面 你不是为了知道佛到底说了什么 什么没有说 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也不是说后面的人 他写的什么东西写的完不完美 不是 因为我们理解的经典是介于两者之间 那它是我们对佛的记录 那佛的记录一定有佛陀 跟他弟子的理解这两个部分 我们看到的没有所谓的本质 它就是一个合合像 这个合合就有这两边知道吗 所以它是缘起的 我们从这个缘起性不是要问两边 哪一边是弟子们想像的 哪一边是真 我们要跳脱这种客观 客观这种自信论的眼光去看待 我们有的就是这种缘起性的东西 就算佛陀他在现场 你说叫佛陀来这现场 佛陀说了一句话 这边有 我们这边 五六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理解 每个人出去都可以说一段佛说 第三个就是外面的人听到说 为什么你讲的跟谁说的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得到的都是缘起的东西 就算你本人在听 你也会听出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天台自得大师说 佛就是佛只有一个阴生 随类各得其解 为什么呢 因为从头到尾都是理解性的东西在那边流传 我们离不开理解 离不开诠释 就是解释 你解释佛为什么这么说 一定你去传达 一定会把你的理解传达出去 这才是真实的 对不对 就是缘起性的东西 缘起性的就不能够说这个 也不能说这个 这个都是空的 知道吗 那缘起要传达的是什么呢 只要这个熟地 这个缘起性 这个缘起性 就是我们说的熟地 诸佛以二弟为众亨说吧 不管说了什么都 都没关系都OK 就是你说我说佛说 只要说的好的都是 佛说的熟地 是为了得第一 这个熟地 我刚讲那个略教界 就是他的大义 只要没有脱离这个 都可以讲 这是佛说的 诸而莫作 诸而奉行 知应其是诸佛教 那这个佛的教 是什么 就是最 最高的 最 就是他 出现于是 最重要的是 要传达这个第一 那这个第一 没有言说啊 心盈出灭 言语到断 对不对 所以他需要熟地 来全显他 只要这个熟地 能够让你悟得第一 那就是佛说 就是我们要从经典里面去掌握的 但是我们说这个没有名言的 你怎么用这个语言去全显 那就复杂的多 我们针对不同的根性 不同的烦恼 有不一样的说法 所以我们在这个观法评里面讲 说佛说的法 佛说法有什么呢 这个就跟那个我刚刚讲的匹檀 空门跟坤勒很像 一切实 你们还记得这个 这个四地瓶吗 还是观法评 好像应该是一 一切实 一切非实 然后非实 非非实 非非实 四明诸佛法 教化甘露味 这些都是佛说 都是教化的甘露味 前提是 你知不知道佛说二地的义曲在哪里 诸佛一二地为终生说法 一以四俗地二地义地 若不一俗地不得地义 不得地义 則不得涅槃 那佛说的二地是什么呢 俗地 众因缘生法 我说即是空 意为是假弥 以是中道义 这个中道就是这里讲的地义 那这地义是不可得 他的俗地 原己性是不是也不可能 不可得是什么 你知不知道 得不到什么 不可得的是什么 不可得的是他的自信 对啊对啊 所有说的 能够被说的东西 都找不到他的自信 那自信是什么意思 不是 自信的意思就是 一切不是因缘有的 他是自有的 是独立的 是常住不便的 有这种性质的东西找不到 独立于他 不依缘起 对不对 现在我们说我是依着社长形式 假力的嘛 说有独立的我 就 他不依靠社长形式 那你想 这个我 没有社 没有心的特征 那是什么东西呢 我说我 我在这里 我当我指的自己的时候 我指的是社法吗 还是指的是心法 现在说有独立的我 就不依社也不依心 就能够说 这个我 不是社也不是心的我 那是什么 通常我们理解一个人 不是说他的社 就是他的样子 他长得高 长得矮 对不对 他长得帅 长得丑 这个是社法的特征嘛 再来是心法 他是一个很man的人 这个很有这个男子气概的人 他讲的是心法 讲的是人格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像说 不是心也不是社 那个我是什么 可见他没有独立性啊 你要说我不是从社 就是从心去说他嘛 你要认识一切法的本质 是找不到自信的 没有说那个离色离心 能够说明的那种我 找不到啊 不可得就找不到啊 知道吗 一切法都是这样 那一切法就是原生啊 原不原善就是一切法 不可得啊 信空就是一切法 他本质不可得 那他是怎么 我这个明言上的我 我这个世俗的认识的这个我是什么呢 是从众元安利的贾民 比如说我是从武运贾利的贾民 这样理解吗 他不疾不义因啊 就是从这种假名的特点 就是他不能说他是因啊 不疾不义因 不是以内有不进口 比如说我 他不是受想形式 不是受想形式 但是也不能离开受受想形式 也就是一个假假名的 假失色的东西嘛 假失色的 那我就是如幻了嘛 从元起的 从元生的 一样我们理解佛的历史也是应该是这样 这样理解嘛 所以应顺法师对待经典的态度是什么呢 我说是中道的态度 是从中观的政见去理解的历史 那这个历史 就我们可以看 他跟西方的历史诗学 是一样的异曲 我们看十一页对不对 这个历史诗学啊 就认为历史的记录都有文学性 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马老师说的 有没有 司马光杂钢 还有那个鑿壁借光啊 这些都是文学的描写 但他写出一个人格 讲古人刻苦的学习这种精神啊 那你不能说这个不是事实啊 但是他的事实是文学性的这种事实 传达的是一种精神 理解吗 我们要这样来看经典 也是这样来看历史 你去计较也没有这个事实 这是没有益处的 也不是这个经典的异曲所在 那我们看这个 这边讲 他说历史诗学的理论是以形式主义的方法 将历史归绝一种羞耻 历史羞耻 他是论证的虚构 在历史中建构的作用 就是我们用这些故事去描写一个人的光辉 对不对 这种虚构在历史建构中是有作用的 像我们用司马光鸟钢这样的故事 来描写司马光的人格的特点 是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事实嘛 但是司马光这个事实跟司马光有没有鸟钢 这个事无关 重要是他描写了司马光的人格 这样理解嘛 所以虚构在历史建构中是有作用的 因而解构了实证主义的历史观 实证主义就要计较有没有鸟钢这个事嘛 结果你从器物学来看 鸟钢应该不可能 对不对 但是你这样就变一个历史虚无主义啊 没有这个事 那司马光是不是真的呢 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 还是就有没有这个人呢 是不是人家虚构的呢 这变虚无主义啊 或是怀疑主义 我们不能 我们对经典怀疑主义 那是多悲哀的一件事 就像那个小乘人 有没有 他去怀疑大乘经是一样悲哀的事啊 他们就是不能理解什么叫做 就是避免这种实证主义的史观知道吗 因为那是一种自信件的产物啊 私信与虚构并不是否认历史的真实性 而只是将关注的焦点 从事实的真相转向了事实的阐释 对不对 所以这个 就跟我们看马老师的那个说法是一致的 历史家必然要阐释历史记录 给予他那些材料那些资料 这样才能够提供于提供类似于解释的东西 对我们对司马观的理解是一种解释 那历史是记录这种解释 不是记录这种资料知道吗 因为没有着刚不重要 但是重要记录了司马观的人格 这样理解喔 佛说了什么有这么重要吗 他足字足句有这么重要吗 不重要 但是重要的是解释 佛陀提供了什么第一地的材料 这些材料是经过我们解释的东西嘛 佛对你开的药方 不是说这个药方所有人都吃得好 对不对 但是重要是这个药方的益取 他达到了什么效果 这是重要的 是吧 所以他提供了一种解释性的东西 那有了阐释 我们才能够解释 为什么事情是这样发生 换句话说 必须要有阐释作为充分的条件 我们才有了现实 历史就是现实 没有错 但是这种现实 是要提供一种解释 他才能够变成现实 那解释就很有细了 对不对 因为解释可以不同的 所以当然可以有不同的现实 这个就是 阐释是由历史 撰修者努力想要达到的 他们想要达到一种客观性 所决定的 对不对 但是这种客观性不是法观的那一种 而是艺术家的那一种 知道吗 更切确的说是 戏剧家说的那种客观性 这种客观性的标准还有条件 都是作者自己提供的 这样了解吗 这个才叫历史 所以它历史是一种 像艺术的东西 它不是石板的像科学 或是像法官那种认定只有单一的现实 如果我们是这样看经典 对不对 那有什么大小的问题 是有不同眼光记载的佛说 只要说的好的 我们都会说那是佛说 对不对 所以这个佛说就可以容许多元性 天人来看到的佛说 跟这个鬼王看到的 人世间记载的 都可以是佛说 这样可以吗 好我们看这个第十二页 所以应顺法师没有 将经典叙事的形式 用论证的方式表达出来 但是其史学研究的态度 跟怀特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诗学的历史是一致的 他们都共同同样认真的看待 叙事中无可避免的文学性 还有主观性 他们承认这一点 皆同意客观性源于审美 而不是本质 就是我们对司马光的判断 不是有没有杂纲这个现实 而是杂纲这个表达司马光人格 这是基于审美嘛 不是基于本质啊 也同样引发了传统佛学 跟传统历史学的愤怒 因为他们觉得 就是你戴有这种自信见眼镜的 你会想要知道一种实证的历史 所以你就会批评他们 像这个把经典当作经学的 他们就会批判应顺法师 对不对 那把历史当作是客观实实的 他们就会批判这些历史的作家 不够客观 那他们不够客观需要我们的客观 我们就会说 杂纲这件事没发生过 为什么呢 因为明代才有能力烧这样的纲 那就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对司马光那些评价都是假的 走向了历史虚无主意 小乘人说佛没有说过这些 那他们就批判大乘不是佛说 同样走向了佛说的虚无主意 这样悲不悲哀呢 好 他们如果你占有自信见的 就会很愤怒的指责他们 对不对 这些都发生过 现在还是有人这么看 大乘也是这么看应孙 因为他们总认为经典或者历史迥异于小说 对不对 经典不是人编的是佛的记录 不是人编的 历史不是小说 是客观的事实 他们就会对这种眼光的佛说 认为是邪说 对不对 小说是经过想象的事件 但是怀特的历史诗学告诉我们 无论真实的或经过想象的均非重点 因为理解他们的方式是相同的 这一点也不应该忽略的一点 就是绝非贬低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学的知识地位 历史书写 是一种神圣的工作 但它跟小说有什么不同 你如果戴着客观的眼镜 他们没什么不同 因为都是人编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诗学 这种分别 我们分别的出来 什么叫小说 什么叫历史 我们也可以分别什么是佛说 什么是赴佛外道 对不对 我们分得清楚 我们也分得清楚 什么叫做伪经 就是不是从印度来的 有中国人气氛的那些经典 这分得清楚 但是它分的方式是基于审美 而不是基于本质 这样理解吗 好 这个 所以对于大乘经典起源的问题 也是这样 当应顺法师说 经典是后期的 就是后面的人 800年以后 500年以后的人编的 这一点 一点都不冒犯知道吗 他说凡是大部的典籍 都不是一时编辑的 有先出的也有后出的 也有后面参入先出的 像经典是很早出来 但是后面的人补充 就是后面的人再加进去的 这个都有 但绝非贬低经典的地位 如果你戴着客观的眼镜 你就会贬低后面加入的东西 但是这个都是有成见的 你凭什么说 100年以后的记录 比800年以后的记录才更真实呢 你是凭什么这么讲 这是这么说是有问题的 像我解释过那个白旗 就我们现代的人理解的长平之战 对不对 长平 大家知道吗 就是秦代秦国跟那个赵国 发生的一场战争 长平之战 大家听过吧 但历史史记 比我们现在的人的理解 更接近那个时代 对不对 但是长平之战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赵国的君主 这个听信了这个秦国的反奸计 所以把这个赵阔 名将赵阔换下来 换上一个呢 只能夸夸其谈 只能指上谈兵 这个成语都有 对不对 但是这个成语是根据 司马迁的史记 说赵阔是一个夸夸其谈 只会指上谈兵的将 换将之后 哇糟糕了 这个长平之战 赵国全军覆没 这个秦将白起啊 坑杀 就埋掉 埋掉四十万的赵军 这个记载我们就觉得 这个赵王怎么这么这么蠢 中了秦国的反奸计 但是根据我们现代人的研究 并不是这么单纯 那是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不是 但是 他一定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真实 知道吗 一个国军哪有这么的简单 就换掉将军 而是怎样你知道吗 两国都耗不起 两国都耗不起 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文章去写 长平之战的惨况 就是动员的国家 你想想看 国家能够四十万人 长期啊 一两年 两三年这样 长期的虚耗国力嘛 四十万人要耗多少两米啊 一天啊 一天打仗要多少钱 你要靠多少人在后面耕作 去提供这四十万人的衣食住行 这是国力的骄傲 所以耗不起怎么办呢 赵王跟秦王都急着要决战 所以他只好把连坡换下来 换下一个能够 能够贯彻他意志 就是急着要找秦军主力决战的这样的将军 他当然就换将嘛 就是要他去决战啊 连坡是老臣 他有本钱跟赵王周旋 对不对 他换一个年轻的听他话的人 你给我决战去 怎么说出生都督不怕虎嘛 对不对 但他比起那个更老辣的白旗啊 那就是碰上对手了 尽管如此 那么赵扩都死在军政中 就是从来没有过 历史上没有过这种围歼 围歼四十万人 那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白旗要不是白旗也不会有 有这么有有有有有 有这么有能力去围歼四十万人的将军 说实在是这样 所以赵王是把整个国运都堵在 这场战争上 这是我们后人的理解 你不能说比前人还糟吧 对不对 你不能说比史记还要更不靠谱吧 我们现代人来评断 就是说这两国的智慧 不应该像史记写的这么像小说 那么现代人的理解可能更可信一点 当然这个都是历史书写的一种技术 知道吗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很复杂的 虽然是后期的 不一定就是瞎说的知道吗 这个历史 我要讲这个长平之战的理解 你就不能说现代人理解的是比较差的 所以对大乘经的起源的问题也是一样 经典是后期 但是不能够说他就贬低了他的地位 也知道吗 所以这个应论法师在谈维世学 这个维世学采用法华经 多出了弥勒问品 法华经我们都知道对不对 他后面为什么我们说弥勒问品是加的呢 因为如果法华经一定公元前就有了对不对 但是里面谈大谈三项 弥勒问品加的三项 三项是唯世家用的法项 就是依他起 骗记直跟原成石 你想法华经在公元前会有这三个名项吗 可见弥勒问品是后面加的 至少三四世纪以后加的对不对 这个加这个应论法师怎么说 他说其中大谈三项 这自然是后期而参入的 这个就像怀特说的 无论真实的或是经过想像的 都不是重要的 因为理解他们的方式是一样的 参入的内容是唯世学者对于经典 就是对于佛说的理解的解释 历史虽然离不开理解与阐释 并不存在离开阐释的纯粹事实的历史 因为历史不是纯粹的 没有这种纯粹叫历史本质的东西 什么叫本质 就是他本质是左边 全部都人边的 不然他就是右边 纯粹都是佛说的 这两种纯粹都是不存在的知道吗 因为历史是经过人解释理解的东西 所以应论法师提醒唯世学者说 这个不是真伪的 说他是后面加的 这不是真伪的问题 所以唯世学者不必着急 你对历史对经典的理解 如果不是这种应顺法师 我们说是中道的历史 或是诗学的历史 中道 如果你不这么理解 你就会认为应顺法师的说法是一种冒犯 知道吗 那这个我是引用应顺法师在著作里面的原话 他说 我说 唯世学 把法华经加的弥勒问品 这不是真伪的问题 各位 我说法华经 从公元前 法华经原来有这些品 到了三世纪以后 加入了弥勒问品 请问这是不是对经典的冒犯呢 那个太虚大师认为这是对经典的冒犯 但是他有正能量 正能量 能表现出来 或是 我都不会感觉说有点失真 是 我们凭什么这么讲 你不会感觉到有失真 不会吧 那我们凭什么这么讲 凭你个人说 凭个人的审美吗 说他不是真的 是这样吗 但是你知道以后也 你也没有灭话很多 他有不讲真实性的存在 是 什么叫真实 我们要掰一掰 什么叫真实 你这样的话也提出很多 所以我写这篇论文 就是为了要 让我们的理解 符合佛说的义曲 特别是我们这一 这个时代的人 会对经典 过去都有 现在可能 这个问题 应该要得到一个好的解决 知道吗 我们从上一节课讲批这个匹坛 说他谜本中 就是用佛说 好像用佛说的权威来批评匹坛 对不对 但是我认为这个没有很善巧 那么应顺法师比较善巧 对不对 那个经学 和史学 这个史学应该叫历史 诗学的历史 或者是中道 中道理解的经典 应该要把它们分开 你认为经典就是应该是像经学这样 尊重 就是他记录的就是圣言传 就是客观的历史 这个不要抛弃 因为客观就是指的是自信 客观指的就是自信 那这个中道理解 或是诗学的历史 它是反这种本质的 反这种客观自信的本质 这分两种 一种客观就是 都是人编的 那这是历史虚无 就经典虚无的 通常我们就客观的是指 忠实的记载佛说的 佛说的每一个字都被经典 充分的记录下来 你认为只要离一个字都是魔说 基于这种立场 所以小秤批评 大秤不是佛说的 那大秤又说佛在天上先讲华言才讲小秤 又用另外一种神话来攻击他 但是这种攻击都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 现在我们要翻篇过 去认识什么叫做经典 这个经典有 我们要理解经典 必须要有中道 要有波罗波罗蜜 你才能很好地接受经典 经典的本质不是这个 所以我们要否定 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经典 那要用什么经典呢 要用什么眼光来看待呢 用缘起的眼光来看待经典 缘起另外一面 它的同样一体的另外一面 叫做信空 你不能把它看成是佛说 佛亲口说 佛亲口说 这个是一种本质 它的反面就是人边的 你要避开这两边 知道吗 因为这两边都会 都会 都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虚无主义的结论 因为人边的 人边的就否定这个 这个是是 这个是 我们说这个是有嘛 这个是无嘛 八部的中道 对不对 既否定有 也否定无 知道吗 佛亲口说的 我们没有办法证明 就变成都是人边的 我们要离开这两边 很好的理解 什么是佛境 佛境是从元起 就是从佛 然后辗转传来 被弟子们记录下来的 那这个过程 一定是这两者的综合 重要的是 都有我们理解的成分 它不是一时一地的人的理解 是某个时代 对佛的一种说法的共识 所以它体现的是什么呢 这个传道的过程 传道是一个辗转传来的过程 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时刻 也不是一地 知道吗 也不是一群人 不是一个人 是一群人的理解 它是个过程 是一个理解 是一个传道 传道就是站在佛这边说 是传道的过程 理解是站在弟子的这个过程 但是传道是什么呢 传道一定有一个宣讲者 有一个听的人 对不对 这两个是一个过程 知道 这是都是 因缘的 都是因缘的成分 所以 你不能忽略任何一个 你说没有这个说的人 都是我听的人的幻觉 那是乱讲 一定有说的人 经过听的人 经过听的人 理解以后 传达出来 被记录出来的东西 所以 经典 经典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 不能用客观 用自信见去理解经典 我们要从经典 从缘起这个方向 来理解佛说 所以每个经典 都好 知道吗 因为他是治疗的药方 你从这些经验方里面 可以总结出 能够对峙自己问题的 我们知道个方向 就是 要能够破有 破直见破无明 那佛对那些人说的这样的药方 对那些人说的这样的药方 那什么适合我呢 你要总结出自己的药方 知道吗 所以说八部缘起 说对峙有部 对峙金部 对峙画地部 对峙 对峙什么部都不重要 说这些范例是要让你对 喝 就是对峙自心 对峙自心 对峙治疗自己的心 这是重点 你从这么多的经验 能不能总结一个 对峙自己心的 对峙自己的职见的药方 那么如果可以 那所有的经典都是好的 如果不可以 你读大圣经也一样 都不能解脱 你懂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经典所传达的译曲 我们要善巧的理解 要避免两边 所以各位我们学习过中观 我们再来看经典 那么就是分分接近 有没有什么东西不应该学的 那学了学错了什么呢 就会变成如来藏是真啊 阿拉也是真啊 这些在龙树看来 那都是错解佛的义曲 对 如果你得波尔波尔蜜 你看阿涵经也可以成佛啊 那有什么问题 你看有部的著作 也能成佛是不是 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好我们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今天的节目是怎么回答 阿涵